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 會繼續關注香港和新疆的人權狀況 杜魯多被問到他父親推動對華建交五十週年之際 現在雙方的外交關係是否應該改變 他表示會致力與盟友合作 確保中國的強迫性外交政策 以及任意區留兩名加拿大公民等 不會被中國視為成功的策略 這些做法為家中關係帶來很大壓力 會與全球想法接近的國家合作 讓中國知道 中方目前對內部或全球事務的做法 無論對自身或其他各國而言 都並非處於特別有建設性的道路上